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播的时候突然他的粉丝 据说是他的粉丝跑去向越南的政府投诉 说中国有一个戏歪曲了历史 导致越南外交部向中国提出抗议 这是我们电视剧领域给国家添的最大的乱子 闯的最大的祸 咱以前还没闯过这么大祸 弄得我们的外交部要正式回应这个事 这就是一个电视剧 国家外交部当然不会把他们当回事了 就是他们爱提抗议和提抗议局 但这个事谁挑的事呢 居然是明星的粉丝干的这种事 他干这个事的初衷是什么 是四番位 什么叫四番位 就是说他要抢前面 他把署名数在另一个演员的前面 另一个演员是谁呢 就是黄锦瑜 那么黄锦瑜从行业资历上来讲 排在肖战前面也很正常 在一个主要是要看合同 据说肖战的粉丝认为是他们受到了合同欺诈 答应他是排第一的 结果排到了第二 据说是应该是黄锦瑜先接 那么定了他以后后一个演员才进来 那么黄锦瑜先接按照他当时的市场价值来讲 他应该也是签的一个绝对难一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制片方拍戏 他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艺人演员进来 他有可能并不一定说了完全的实情 就是说他可能跟那个艺人就说 跟这个演员就说你就是男一 但其实他们已经想好了 他其实不是男一 他可能到时候要放到男二的位置上 这种情况是制片方的一种伎俩 也是他们的一个手段 这种手段有的时候演了 那被蒙了以后就吃了亚巴亏 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了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一方面走法律诉讼的流程 去主张你的权益 你被骗了 但一般来说是在司法层面上来讲 这种排序上的问题 就是说他剥夺了你的属民权 你一告一个嘴 但你排序这个问题是个名次权 名次权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当中来讲 这个判决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就是说他是不是侵犯你的权益 好像也侵犯了 但是你强烈的要主张你的权益 这个法律能不能完全支持你 我们国家的法律我觉得是这样的 很多情况下首先是经济问题 经济纠纷 其次是民意权 民意权就是署名权来讲 他的有没有署名更重要 但是民次对于法官来讲 他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一般来说你走法律流程的话 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 再一个情况 就是肖战当时接这个戏的时候 正是他比较背的时候 应该是跌入谷底的时候 那么其实自编方也就为什么呢 就是抄底嘛 要抄底 想抄底嘛 想占便宜 自编方有这种想法呢 也很正常 也很正常啊 经常一般来说 以前比如说演员落难了 会遇到问题了啊 有时候伸手来帮一把 有的时候还特意的 就是在演员出事了以后 去抄底 以前叫烧冷灶 因为他预判下来说 这个人反正后面还会翻身 还会起来 这时候我用低价进去 后面 您瞧我多聪明 是吧 就是这个 有时候自编方是这样 做生意的 生意这么想都很正常 而这个事情呢 一个是事实 再一个就是 这个事情产生了以后 你就算是有委屈 应该怎么做 我刚刚说了 法律诉讼 在一个去做这个沟通工作 如果不行怎么办 你不能允许你的粉丝去闹啊 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尤其是最近 广电总局刚刚下发了一个公示 就是明确指出 不要私翻位 说演员排序的问题 排名排序的问题 必须在合同里边解决 其实就是禁止私翻位 但是这个围绕着肖战 他已经撕了一两年了 这个戏 那么最后 在这个公示刚出来 不到一周的时候 这个戏播出 而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 肖战排的第二 就后面还打了一括号 说根据演员的这个 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排序 就是说不承认他是第二 那么显然这是公然的 在私翻位 那有碍观瞻 对吧 有碍观瞻 那这种情况下 也是很反讽 就广电总局三零五升 完了以后 你就在这一周 你真那么着急吗 就这个时候要推出这样一个戏 还在撕 还撕出一个结果来了 那么从这个制作公司的角度上讲 年底了 他要赶快冲一下 因为他上市公司从业绩 他的股票 他们就是在说 因为今天星期天 明天开盘的时候 他这个戏上 他能在前些天 我一看都是在跌 星期一应该会上涨 从资本市场 就是资本的力量 还是希望这个戏尽快播 能够使得他们资本方能够传口气 一个戏长期不播 对他们来说损失也很大 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人说他有什么背景 什么的 当然所有的戏 他后面有投资方 有资本 有平台 各方利益在里边 那么这些利益 是不是能够推动一些事情 显而易见 是这样的 包括这些艺人 跟一些自媒体平台的关系 谁种什么关系 我们不说他有直接的经济关系 就给人钱 他就可以老上热搜 不说这个需要证据 虽然你从逻辑上分析 就是说他们好像老免费 给他上热搜 好像是不大正常的 他们所谓的 他们的算法 导致的热搜 其实他的算法 显而易见 是很多人在反复刷 刷出来的热搜 那么国家在打击 这个流量造假 数据造假的同时 他每天还在上热搜 这些流量明星 这个显而易见的 因为这些媒体平台 他要靠流量挣钱 或者说靠这些热度 他的用户的活跃度 然后他们KPM 他们要核算 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战争 是一个比较持久的一个斗争 就是跟这些流量明星 以及这个流量模式 以及他们带来的各种不良现象 四番位 控屏 然后刷数据 这些不良现象 现在看呢 在中央下决心要治理的情况下 他们还在这么干 一般来说他们这个团队 这个艺人 比如说肖战的团队 好像是不是智商有问题 或者是什么 他不完全是智商有问题 就是说当然他智商确实也有问题 就这个时候就是说不要四番位的时候 他在这一周四番位 让做给你看 然后经常是国家说 这个打击控屏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控屏的新闻下面控屏 就是这个智商的问题是有 但是更重要的 还是有利益的驱动 有利益驱动 所以应该说 以前因为我不想针对这个艺人本人 但是我觉得由肖战带来 或者是他比较典型 可以打上引号 肖战式的流量明星 他们带来了一种现象 这个现象 就是流量明星带来的一系列的不良现象 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独流 那么就是每回 亲朗行动要打击的对象 里边都是有他 他以及他的相关 与他相关 那么这种情况下 确实值得整个的行业要关注了 要关注了 他引领了某种风气 那么也使得我看到 今天看到微博各方面 很多人质疑 我们的亲朗行动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有人是亲朗行动的例外 那我觉得 首先政府下决心 我也参加过几次这个会议 我认为是真正下了决心 要治理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过程中 有个别人 个别明星 或者是某些团队 某些群体 依然在顶峰 不说顶峰作案吧 就是顶峰 继续他们原来的这些不良现象 在目前看 暂时会出现这样的反复 我对我们政府还是有信心的 对中央的亲朗的决心 也是很清楚的 亲朗行动的 方方面面的措施举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举措都是实打实的 都是实打实的 所以最终会有一个亲朗的局面出现 在这个过程中 某些不良现象 一些相关的群体 人群 可能还要抵抗这个亲朗行动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甚至会做出激烈的抵抗 我想最终在强大的决心 和我们这次文代会的精神的 进一步落实和贯彻以后 这些不良现象最终会被消灭掉 而不相信这些行业独流 会继续存在下去 所以一方面大家要对政府有信心 对亲朗行动有信心 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 要跟这些不良现象继续的做斗争 也不能觉得 这个中央一说 这个事自动会解决 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有一个过程的 那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戏后面会继续引发什么样的闹剧 好 谢谢大家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屏幕窟設